大家好,今晚是年三十晚 記者朱子晴在維園年宵 入夜後,是不是越來越多人來到呢? 店鋪的燒情是怎樣呢? 現在就是在維園年宵 入夜後都看到人流明顯增加了不少 不少市民都一家大小來到 希望在吃團年飯前來到維園 感受過年的氣氛 順便走回大運 希望新一年都可以順順利利 隨著距離年宵結束的時間 越來越近 不少的檔主都更加落足嘴頭去促銷 亦都有些店舖 就是改變他們的賣貨測 將一些賣得沒那麼好的產品搬家 甚至到更低的價錢出售 而一些賣得好一點的商品 自然抬高一點的價錢 希望賺多一點過肥年 有一些檔主甚至扮鬼扮馬 希望可以吸引到市民去到幫襯 這個造型我覺得都挺特別 還有只有我們這一檔有一個 這樣的雞的造型 有些人流 今年都很多人 人流都比上年多 現在都黃冰黃菜 對 沒錯 主要這個是銷售香港的特色 懷舊的信箱那種 所以呢 所以 我不知道 可能香港人是喜歡這個特色吧 今晚的年宵市場 最會通宵開放 港鐵也會提供通宵服務 我們會繼續留在維園這裡 才把時間交回新聞報 謝謝 而不少市民也一早到旺角花區 買年花過年 有檔主說生意比去年的好 為了方便店舖做生意 今個星期 食環署對座家擺賣著情執法 方敏杰報導 迎接雞年 在旺角花區 市民手裡都一束兩束 買年花拿個好意頭 全全金 全全金有金有銀 挺好的 曲花、富貴谷、百合 各樣都好 每年都是買那些 對 買年花 比利時杜鵑、馬尾 每年都買開 開心一下 家裡漂亮一下 要花開富貴 不少得代表黃金的串串金 銀鈕寓意新一年 有銀又有鈕 百合代表百年好合 有花檔的檔主就搞搞新意思 推出日本櫻花吸引客人 檔主說 跟其他傳統的賀年花燒情一樣好 特別受年輕人歡迎 店鋪左階定額罰款去年實施 檔主不能將貨擺出馬路和對面的行人路 但新年之前 檔主的貨太多都沒有跟規矩 色環處近一個星期 亦著情執法 但有檔主認為 執法應該再寬鬆些 平均大約三天抄一次 一條花區只有百多間商戶 供應七百萬人的東西 其實他們應該早點放寬去做 平時其實我們花區很守規矩 我們一向都不會擺放所有東西 但新年期間其實你真的沒辦法 多謝 部份檔主說 生意比去年好 NOW TV記者 鳳雲基督